大家好 我是阿云嘎 我今天来推荐的是 最剧突破IP改编网络电影 大家也知道我是一个音乐剧演员 也是一个音乐剧的制作人 我也特别希望有一天 能够创作出由网文改编的IP音乐剧 把音乐剧的IP能够延展得更扩大 就像获得这份荣誉的作品一样 那么马上来揭晓获得 最剧突破IP改编网络电影的是哪一部呢 请看VCR 这是我第三次来到阅文华语IP的盛典 特别特别荣幸 能见证着我们华语IP越来越好 而且我也发现 我们很多的荣誉都是多元化的 比如说我们刚刚的大电影 还有我们提到的短剧 这都是说明我们的华语IP越来越好了 那不多说了 我们马上揭晓获得年度人气IP改变的短剧 请看VCR 请看VCR 好的谢谢两位 我们请工作人员送上话筒 天呐 这个蛋糕盒一打开 不明而来 对 你也没有闻到 闻到了 我叫他们切本来 看你要不要吃 对 我要介绍一下 这个很神奇的东西 为什么呢 这个斑兰蛋糕 我相信很多国外的朋友 可能也认识 不过他们把它叫做绿色蛋糕 绿蛋糕 对 然后这个是 我非常喜欢介绍 给我国外的朋友 吃像嘎子 昨天也吃了很多 对 对不对 很好吃 这么一大块 你也成为小块吃了 对 然后这个 为什么很神奇呢 我觉得是 当你不开心的时候吃了 会很开心 开心的时候吃了会更开心 对 谢谢 那其实我们的陈杰野老师 也是作为东道主 把这份斑兰蛋糕 作为神奇道具 送给了大家 是的 那也希望大家的有机会 都可以来到新加坡 品尝一下正宗的 绿色蛋糕 斑兰蛋糕 好不好 好嘞 那我们也请 阿云嘎老师 和大家打算照顾吧 原文的读者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阿云嘎 是一名音乐剧演员 我这个神奇道具呢 有一个 有两层意思 一个呢是 今天晚上 关于我的表演里面 有这个权杖 还有一个呢 我在去年 剧院魅影中文版的演作当中 也有一个权杖 所以说我觉得 今天带了个这样的一个 对 道具 很有分量的道具 而且其实大家看到两位老师 就会想到非常多的画面感 因为都是非常厉害的音乐剧的表演者 那其实说到我们这次的盛典 陈锦仪老师是第一次 然后阿云嘎老师是第三次了 两位也分享一下吧 这一次来到我们的盛典感觉如何 我非常开心 尤其是你们来到新加坡 特别开心 也让我见到了我的好朋友阿云嘎 所以我希望今晚 所有的来宾都能够在新加坡 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 希望新加坡可以给你留下一个 非常好的印象 一定的 有大家的支持 有各位的这个赏光 我相信新加坡的今天晚上 一定是星光璀璨的阿云嘎老师呢 一直跟杰一姐有微信沟通 他就是特希望让我来一趟新加坡 有这机会 岳文给我们创造了这样相聚的机会 昨天我们俩唱谈了一下午 然后呢最主要是吃到了 美味可口的蛋糕 当然这一次呢 希望我们的华语的IP 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好 嗯 是的 其实说到我们的华语IP 就会想到我们的这个文章 网文 所以说想问一下两位 平时抽空的时候会不会看网文 看什么类型的网文 陈杰老师 其实我平时是看实体书比较多 所以这一次也是抱着好奇的心来 想要了解一下网文世界是怎么样的 不过有一点我想说的就是 我觉得IP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所以特别开心能够参与这个盛典 因为IP是值得我们去保护 是的 那这一次我们也看到了这么多优秀的华语IP 能够成功出海 让更多的人看到它 我相信这也是我们非常骄傲和色豪的一点 那阿云干老师 确实是我 我看的是基本上变成了很多影视作品的这个呈现的作品 我是觉得像《鬼秘之主》我也参与了这一次的这个演唱的曲目 还有我其实在阅文其他的这个剧目里头我也其实是参与过的 所以我希望这一次能够通过我们阅文这一次IP这个活动能够创造一些能够创作出一些跟音乐剧相关的 然后回头我也可以跟结义一起合作一部音乐剧 可以说是咱这个IP延展出来的对 期待期待 是可以期待起来了 而且其实阿云干老师不光其实会演唱会有一些比如说参与其中的制作和创作的部分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也感受到了两位对于网文的期待和喜爱 那现在呢我们就请两位带着你们的神奇物品我们前往高高时刻拍照区 现场整个这个红南当中现在都扑面而来的是斑斓蛋糕的香气 我相信不光是有这种香气也会有浓浓的这种网文的故事气息会传播给各位 我们也期待未来就像是斑斓蛋糕一样可以五彩斑斓 丰富我们的生活世界